互联网基本上是指,透过互联网将相关的智慧探头和装置连接一起 更重要的是,装置和设备之间可以互联互通,以及互相交换资料并且做出所需的指令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每个探头均配置通讯晶片,成为智慧探头 此探头收集资料后,可透过附近的基站或传送站,把其收集的数据传送至资料处理中心或云端 进行近乎实时的分析,并做出实时应对或所需的应用 互联网能做到智能处理,准确传达,及全面感知,随时随地感知物体或附近环境的讯息 先对大量数据和讯息进行分析和处理 再将物体讯息通过互联网,准确地传递到云端 互联网科技在香港的发展潜力非常大 它拥有广阔应用范围,包括智能医疗 智能生活,智能家居,智能物流,环境监控等 例如,在灾害控制方面,可透过设置于各处的感应器,收集环境数据 如空气质量、湿度、泥土的松散程度、降雨量、山火的出现等 以监控环境变化及采取相应措施 以期把灾害和损失减至最低 此外,香港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大力发展5G技术 若配合5G的高速传输 未来将可在每平方公里设置多达100万个物联网装置 物联网的普及范围越大 数据收集及分析的参考性和准确度将会越高 物联网有望在未来成为科技应用的一大趋势 现实,业界人欠缺符合国际要求的统一感应器标准 这意味着企业之间的业务协调 以及扩大应用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加上近年的网络罪案及信息泄露问题日趋严峻 网络安全亦成为物联网发展的潜在风险之一 我与香港智慧城市联盟以及相关政府部门 正开发爱意意义的物联网标准和应用 准备与全球应用 我们正在筹备以及发展之中 科学员和数码港也一起推动此项目 期望最终达到国际标准以及测量 物联网的应用将会逐渐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为社会各界带来便利 可见物联网的发展潜力之大 相信业界亦能把握机遇与优势 让本地的物联网技术能够迈向国际